中国海关总署统计 1月份外贸进口衰退了将近20% 而1月份的出口年减3.3% 也不如预期成长 数据的背后反映出的是商品叠价 以及内需疲入的影响 中国经济的通缩隐忧恐怕也是更加深 人行政策调控难度 今天的焦点纵横 我们为您解析 中国货币政策面临的处境 1月份中国官方制造业PMI 两年多来第一次出现萎缩 降到50以下为49.8 市场推测中国人民银行可能在3月 搭上全球最新的货币宽松潮 而由于以往有在过年前突袭的记录 所以想请教老师您是否也预测 今年人行将会寄出大量政策措施呢 依我的看法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会不会像过去一样 做一些什么样的政策 金融政策 然后对中国的这种经济产生影响 我的看法是 今年可能比较不太可能 那为什么不太可能 所以我们也都知道 现在中国的经济的确是不好 那这次这个1月份的这个PMI 注意哦 这是官方的这样一种PMI 这是两年多来 这个第一次 这个低于50 那就是意思是说 它是说说 是这个经济 这个制造业 是在说说当中 那制造业当然对于整个这个GDP 那非常重要 所以对于这个中国的经济 这个成长 当然是一个往下 这个往下的这样种情况 那我们也都知道 最近这几年来 已经形成全球的共识 这个中国的经济 那一定是一直往下走 那到底会不会硬着陆 这个是大家所关心的 那这个中国最大的领导人 他们都是避免 是硬着陆 那所以要让它缓缓的降 所以我们看了 这个经济成长率 它每一年都向下调 向下调 可是下调的这样的幅度 并没有那么大 那现在已经到达了7.4%左右 那即将是变成这个7% 我想这个趋势 那个是不可能的 这个反转的 那现在他们的这样的 所谓的世界工厂 那早就消失了 所以对于这个中国经济 当然更加的雪上加霜 那为什么我说这个人行 它不会像过去一样 然后再做一些金融的刺激的作用 因为我们都知道过去一年 它是有做过 比如说这个降息 这样的货币的这样的刺激政策 可是看起来 像这个不止这个效果差 说不定是没有 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样的效果 所以这个实质上 它既然没有效果 要不要再做呢 那这个如果它要做 就是等于是给人家 是不是有这个所谓的信心 说这个央行 然后也关切 这个经济 然后大家是在期望 不过另外一方面说 如果大家期望 然后它真的是 照着大家的期望下去的话 那其实是有一个讲理论 叫做理性预期 那理性预期 意思是说 这大家都预期到了 所以你即使是 你做政策 大家预期到了以后 这个政策是无效的 所以不管是有哪一个角度来看 那它用政策也好 不用政策也好 所以对这个中国的经济 它不可能是有什么样的 这个实质 这样的帮助 那这个中国经济 其实往下掉 这已经是 大家都已经都知道了 现在只是说 这个情况到底会如何 不过对于他们的央行 会不会用务必政策 我的看法是 可能是不会的 这种机率是比较高的 他们才能够的